國家安全是保障甚麼?國家安全和人民的安全 我真是好笑 何君堯就簽了210萬 你等候選舉就知道 9月就選舉了 去換屆 換屆的時候 有何君堯、李君堯、張君堯、陳君堯 去大聲疾呼說我們贏了選舉 我們正式為計劃23條立法 頂的沒得頂的 為何差那幾個月呢?因為他知道選舉輸定 現在你這樣做就很簡單 你自己如果有這麼有信心 說到香港人這麼支持基本法23條立法 你為何不等選舉的結果呢? 你那時區議會選舉就說 現在撥亂反正了 止暴制亂 香港人會支持中央政府 那些票在哪裏? 那些票在網上 不要玩這些 那你林鄭和梁振英立不了法 關我們甚麼事呢? 梁振英還在這裏說 喂哥 你還未上任 就已經被人揭穿你 你挖地洞 沒有了威嚴 林鄭也是 是不是? 一上任沒多久 跟著那個律政司司長又挖地洞 現在全警隊又挖地洞 簽見 喂哥 你們自己搞到自己沒有威信 那是甚麼事呢? 是不是? 不關人事的 你好像林鄭那樣被人問 甚麼細節都不知道都說支持的 阿哥 你買樓會不會? 不看樓 網上買樓 不會的 你是特首來的 你是特首來的 喂 甚麼細節都不知道 就一堅決擁護 跟著就 兩個月之後 別人講個細節給你聽 做了甚麼出來? 喂 買一棵菜買樓也不會 也不會這樣做 你說得這麼重要 你自己說得這麼重要 現在還簽見了一個機制 以前 這個基本法23條 在香港本地立法的時候 執行的機關應該是警察 是不是? 現在就不是了 因為 是國安法 這是偷跳來的 國安法 因為有國安的問題 國家安全 部可以下來執法 喂 真的手進來 你反送中最怕的事情 現在發生了 高度自治 但不是一個絕對自治 所以說中央人民政府 為我們可以立這個例 根本就已經由來已久 在基本法裏面 基本是三條 定立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照抄國家安全法 所以有一個所謂 約翰內斯堡原則 意思是它做律師來自 即是說任何人講了的話 如果它不是 即是明天再做 你就不能拘捕 其實它很辣 這個恐怖主義 中國是有反恐法的 香港也有聯合國的反對恐怖主義的條例 現在又說用國安法加下來 喂 講就講基本法23條 其實就是將一部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的國安法 被人批評了很久 用來對付異見的國安法加下去 反恐法都是一樣的 今年4月22日就新鮮滾熱了 這個聯合國日內亞那邊就寫過來了 喂 你們中國反恐法都有問題 香港反恐法有問題 你用煽動這個元素去告人 就告我們 4月18日 因為我被告 喂 這些全部 喂 全部你立個戶口 把戶口說入錢給長毛洗 接著每一個月就說 有個戶口說你入錢給我洗 你會不會擔心被拘捕呢 人大是橡皮圖章 人大常委會就說要立法 用直接的方法 應該不過立法會 否則立法會要遲些選才行 不是怎麼開會 八王硬上攻是肯定的 問題就是香港人的反應 香港人我覺得應該出來反對這件事 很簡單 無論用最多的方法 用各式其式的方法 用不服從運動 或者用罷工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你說怕暴力 投票你又不讓我投了 因為那個投票結果在後面 要怎麼搞呢 我們一定是這樣做 其實很簡單 你現在說別人天凡天亂 你現在在通過 因為你怕輸了選舉 但這件事 老實說 在香港那麼多人靠共產黨賺食 他輸到一塌糊塗 當然是說對手 壞了 我未聽過一對球是這樣的 自己輸了球 說為什麼對手這麼強 喂 沒有搞錯 梁正真好笑 是不是 你妨礙我 你有責任就過 我們有警察嗎 是 我們有整個政府嗎 我們有萬億公帑可以使用嗎 你這樣也輸 就是說你 說服不了香港人 就是等於共產黨一樣 你有九千萬黨員 十四億人 差不多佔了人口的十分一 那你也不敢開放選舉 那怎麼辦呢 你想想哪個執政黨 黨員是這麼多的 是沒有的 香港就 在另一個國家就不用 你是不是黨員投票可以的 你的政策 你的想法 喂 那個問題就出了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維護自己的統治的時候 就將所有反對的人 妖魔化 是不是 很簡單 很簡單的 老闆